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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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劇中這位朋友真是糊塗 連阿瓜多爾無橡膠出產都不知道 其實如果小心點做個功課 就不用輪落到現在這個田地了 期货是分实物期货 和金融产品期货两大类 好像炒黄豆、谷骨、咖啡等等 在外地一些国家的确是相当流行 而且是有实际的需要 这里就是期交所 在这里并没有咖啡、谷骨、黄豆这类产品 这里的期货买卖主要集中在金融产品方面 例如股票期货、恒登指数期货、期权和日转期会等等 在香港最多人买卖的期货产品是恒指期货 不过似乎不是很多人清楚 根据我们委托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 在503个备访者当中只有两成人答中 有七成多的人是不知道的 而其他的人就是答错 由此可见香港人对期货市场的认识是相当有限的 恒指期货是采取公开叫价的认识的 只要一张期指合约 期交所规定最低限度要付五万元按金 每上一点就赚五十元 每下一点就赚五十元 如果有一些非一波市况 那按金是否会作出相应的调整呢 我们会做一样东西就是说叫做即日追收按金 结算公司就会追收结算会员 通常就是说市动了250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追收结算会员250点的按金 他们就需要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 就将钱交去结算公司 那当然就是说他当然要追回客人 跟商业的赚金 现在期指三三八十九十 你帮我八十姑娘一张 八十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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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成 八十啊 期划买卖最主要是靠公开的叫价 但是有时在这么吵架的环境下 买卖双方是需要靠手势来帮助沟通的 不如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几个简单的手势 手掌向出是代表孤家 手掌向着自己是代表买家 而离开自己身体的手势就是代表价钱 贴着自己身体的手势就是代表张数 举一个例来说 如果你想在55这个价钱买入18张 手势就会是这样的 55买18张 走着走,走着走,走着走 无东西,一定有,大肆肥肵 周长 vos肿 容易eeeee 眼镜都试过被撞难 你大脆一会掩心 啊,几一会子 喔,几乎很多的也没有试过 但是是公司的 但是希望最最重要的价格 清楚了可以 false slide 立刻弥捕回去 马上救了 还是架位, peuvent离开 כל 乾淨越езги buradan 公開叫價和用手勢 當市大起大落的時候 大家都緊張匆忙 會不會出錯呢 常見的會有一種叫頂棍的情況 頂棍是買家和買家交易了 或者是沽家和沽家交易了 擺到烏龍了 其他的情況就會是 譬如某一方面不認數 錯到價錢 錯到月份 甚至錯了張數都可以爭辯 我們其交所內部有些設施 譬如是報價員的價錢紀錄 我們內部也有錄影、錄音的設施 如果有發生糾紛 初步的解決方法 就是由我們資深交易所出市的 市場工作人員 根據內部設施設備提供的資料 做一個裁決 中文字幕提供